欧阿停售黑猫白猫车型 为高利润车型让路 销量压力下盈利难题待解 被各种商家营销套路侵害权益 买到的商品出库账投诉无门 原标题 欧阿停售黑猫白猫车型 为高利润车型让路 从今晚零点起 撤除欧阿汽车黑猫和白猫的宣传物料及展车 两款车不再接单 之前已录入系统的订单不受影响 2月15日晚间 有欧阿汽车销售人员突然广而告知 称黑猫白猫车型已停止销售 证券日报记者在第一时间向欧阿经销商处求证 得到了肯定答复 2月14日接到厂家通知 2月15日起不再接收黑猫白猫车型的订单 持续时间未知 于2021年6月份发布的2025年战略规划表示 到2025年 长城汽车全球销量要达400万辆 其中80%为新能源汽车 这意味着 长城汽车新能源车的销量 将由2021年的13.7万辆 一举提升至320万辆 欧拉作为长城汽车旗下的新能源车代表性品牌 2021年的销量为13.5万辆 同比增速达140% 但在长城汽车总销量占比中 仅为10%左右 随着黑猫白猫两款车型下架 欧拉未来销量增长的压力可想而知 数据显示 2021年欧拉销量13.5万辆 同比增长140% 其中 黑猫白猫车型全年累计销量超过8.8万辆 占欧拉品牌总销量的65% 证券日报记者了解到 目前欧拉品牌有欧拉iQ 黑猫 白猫 好猫等4款车型 欧拉iQ是欧拉品牌的首款车型 推出时间较早 售价已较高 在欧拉iQ之后 欧拉品牌晚起改名风 欧拉R1改名为黑猫 欧拉R2改名白猫 系列车型凭借猫系命名 以及圆润外形主打女性新能源汽车市场 北京一家欧拉品牌4S店销售人员向记者透露 店里还有黑猫 白猫展车 可以看 但不能下订单了 据该销售人员介绍 随着黑猫 白猫的停售 欧拉旗下将仅保留好猫 好猫GT两款在售车型 谈及黑猫 白猫停售的原因 欧拉官方回复称 由于芯片短缺以及零配件供给 国补特颇等诸多方面原因 黑猫 白猫车型的订单积压较多 客户购车周期过长 影响了客户体验 为避免给新任欧拉品牌的车主带来不良感受 综合各方因素考虑 停止接收欧拉黑猫 白猫车型的新订单 厂家将协调内部资源 更快满足已有订单的排产计划 保证已定车客户的提车速度及购车利益 欧拉官方还表示 黑猫 白猫并未停产 目前仅是不再接受新订单 已有订单仍会继续安排生产 至于是暂时不接新订单 还是永久不接 官方并未产明 按照欧拉的生产规划 2022年欧拉品牌将相继推出芭蕾猫 朋克猫 闪电猫等新产品 上述销售人员表示 受2022年新能源补贴政策退坡 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 欧拉旗下部分车型 或将在2022年3月份上调售价 立即每辆上涨5000元左右 作为欧拉系列早期车型 黑猫 白猫售价较低 在原材料价格上涨和芯片短缺的背景下 这两款车型的盈利能力和对品牌形象传播的效果已极其有限 最新数据显示 欧拉汽车今年1月份总销量为13229辆 其中 好猫销量不占9020辆 这意味着 黑猫 白猫两款车型 今年1月份销量合计仅约4200辆 据了解 黑猫和白猫车型起售价格仅为6.98万元和7.18万元 目前在售的好猫售价区间为10.39万元至13.39万元 好猫GT的售价为13.5万元 另有消息称 巴蕾猫将在今年3月份上市 闪电猫或将在今年二季度上市 有观点认为 锦售黑猫 白猫实际上是欧拉品牌的转型之举 黑猫 白猫相当于欧拉品牌的开端之作和低端过渡车型 之后发布的车型在售价和品质方面提升明显 考虑到销量有限和芯片供应紧缺的因素 现已没有生产的必要 有业内人士指出 欧拉在找准产品定位后 希望通过接连上市的芭蕾猫和闪电猫的助力 完成品牌换新升级 在中国乘用车产业联盟秘书长张秀良看来 随着双积分政策的推进 长城汽车以原由SUV车型为主导的造车理念 将被动摇 新能源市场已成为长城汽车 未来五年的核心发力点 按照战略规划 到2025年 长城汽车新能源车销量 将由去年的13.7万辆月升至320万辆 但结合长城汽车目前的新能源布局 旗下高端新能源品牌沙龙的首款车还未上市 欧拉此次又停售了两款 10万元以下的微电市场车型 因此落在欧拉身上的销量压力不言自明 此外 转型新能源后的短期盈利前景 也同样代考 2021年 即便是未来 理想 小鹏这三家头部造车新势力企业也处境难熬 2021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 三家公司的经营金在亏损 报告期内 小鹏净亏损15.95亿元 未来净亏损8.3亿元 理想净亏损2150万元 随着补贴政策退坡 新能源车企将付出更多资金投入 为了更好的改变盈利问题 欧拉后续新产品的价格代已明显上升 以期通过更高的产品售价 改善公司的毛利润 值得一提的是 欧拉品牌此前曾遭遇大规模用户投诉 2021年12月份 央视财经曝光 长城汽车旗下品牌欧拉好猫的 车机系统芯片与宣传不符 并一度登上热搜 近期 欧拉又因电池秘密升级 引发市场争议 在品牌向上 车型推进的关键时期 出现上述产品和服务质量问题 实属不该 张秀阳对此评价称